曹操喜欢抢别人的夫人,其中抢哪个损失最惨重?损失最大的一次使后人失去了江山?曹操作为东汉末年的最强肖雄,他自然也是爱好美女的,但曹操偏偏喜欢别人结过婚的妻子,而且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曹操甚至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其实这个不能算抢,只能算呐,曹操每次击败一个诸侯豪杰,都会得到很多战利品,这其中不只是金银珠宝和兵器马匹。 当然还有诸侯的家眷,对待这些家眷,曹操一般都是自己相中的就那为妾,其余的或者给儿子们,又或者给手下将领,没人看上的那就只能给点钱。 自生自灭吧。 古代女子地位低下,一旦被俘,那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并且汉代还没有贞洁牌坊这样的文化,很多被俘女子都会选择接受新的夫君。 其实,不只是曹操,就是别的诸侯也有那别人夫人的传统,只不过由于曹操灭的诸侯王太多了,以至于他的老婆有好几个都是有夫之妇。 曹操的父亲曹松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大宦官,很有权势,经历了四朝皇帝,很有名望,所以曹操靠着养父的势力官之太尉,曹操靠着父亲的势力成为当时的青年才俊。 曹操少年时喜欢做游侠,和袁绍关系不错,两人曾经抢劫新娘,并且成功逃脱。 年轻时期的曹操不喜欢做学问,只喜欢兵法计谋,经常阅读,孙子兵法,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南征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恰逢黄金军起义,曹操因为镇压起义斩露头角。 后来大将军和静被宦官杀害,董卓进入京师霍乱朝政。 曹操不耻他的为人,出京师在陈流招兵买马开始了自己的征战。 后来曹操参加了群雄讨伐董卓的战争,并且以衍周围根据地,击败了袁绍,陶谦,吕布等部,建安元年,迎汉献帝秩序,家风司空。 行车骑将军是,总揽朝政,开始了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操作,关渡之战中,曹操以若胜强打败了强大的袁绍,又把袁绍的势力彻底消灭,北方基本平定,赤壁之战中曹操败北。 三国鼎立的形势成形,曹操有生之年始终没能统一全国,不过曹操有生之年也没有篡位。 始终是汉尘,曹操死后,儿子曹丕才篡夺汉室,登基为帝。 那么曹操到底抢了多少个别人的夫人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查阅一下,三国志或者其他史书就可以了。 也使流传曹操纳别人妻子的例子比较多,但是正是记载曹操有三次成功纳了别人的妻子,不过这也很厉害了,所以曹操是个妥妥的人妻控。 第一个,那张继之妻,虽然成功,但是曹操损失了大将典为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明。 张继原本是董卓的部下,董卓被杀后,张继伙同李雀攻破长安。 掌握大权,被封为平阳侯,张继支持汉县帝东迁,但是后来又反悔,张继伙同李雀再次想要追回汉县帝,被赶来的曹操击败。 张继因为缺粮,跑到荆州刘表的地盘去抢粮食,结果进攻阳城时,重箭身亡。 张继死后,他的侄子张绣接管了叔叔的部队,张绣却没有硬抢刘表,而是依附于刘表,刘表于是安排张绣囤兵于婉城。 张继成为刘表在北方的藩属势力,帮助刘表抵御强敌。 曹操南下征讨张继,张继知道不是对手,于是投降曹操,曹操举办酒会宴请张继和他的部将。 曹操行酒时,点为拿着两把大斧子跟在曹操后面,点为是曹操的警卫营长兼保镖,长得五大三粗,他的斧子韧尽有齿鱼,张继等人不敢直视。 但是十天后,张绣还是反叛了曹操,原因就是曹操把张绣的婶婶,也就是张继的妻子给抢了过来。 张继在和刘表的大战中身亡,张继继承了叔叔的军队,所以他很敬重叔叔。 如今曹操娶了他婶婶,他当然恼怒,张绣反叛,打得曹操措手不及,身边没有过多的兵力,差点把曹操捉住。 警卫营长点为为了保护主公,在城门口血战。点为勇猛过人,连杀几十人,最后因为受伤过重流血而死。 点为死后张绣的军队才敢上前,把点为的头割下来,曹操退到五阴,才知道点为已经身死。 于是收敛点为的尸骨,亲自哭败。 另外这场战争,曹操还失去了长子曹昂。 曹昂当时把战马让给曹操,让父亲先走,自己和点为立战身亡。 还有曹操的侄子曹安明,也在抵抗张绣军队时牺牲。 关于这一段,三国志中有记载,不过是只言片语,并且张绣的妻子也没有说明姓氏,但是在《三国演义》记载的比较全面。 《三国演义》中曹操一开始喝醉酒想要找个妓女,然后曹操的侄子曹安明这家伙明白叔叔的意思,就对曹操说昨晚看到一个漂亮的妇人,据说是张绣的妻子。 曹操知道后,立马领着卫队前去抢来,点个订阅不迷路,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 曹操问张继的妻子姓什么?张继妻子回答说是张继之妻邹氏也,于是曹操那只,曹操抢邹氏,损失比较大。 本来已经投降的张绣复判,自己的保镖点为还死了,长子曹昂也战死,侄子曹安明倒是就由自取。 不过后来曹操又攻打张绣,张绣再次投降,曹操竟然不计前嫌,没有为难张绣,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君娶了张绣的女儿,成为亲家。 曹昂是曹操的长子,并且曹昂的母亲早死,所以曹昂是由曹操的正式丁夫人抚养长大。 假如曹昂不死,可能就没有曹丕什么事了,因为丁夫人的地位太高,比曹丕的母亲高很多。 并且曹昂早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有战功,年龄也比曹丕大很多。 其实就连后来继位的曹丕都承认,如果大哥曹昂不死,这个皇位应该是曹昂的。 即使曹冲不死,曹丕都认为自己很难继位,曹昂是丁夫人抚养长大的。 所以丁夫人听说儿子战死竟然是因为曹操贪恋女色导致的,一气之下回自己娘家去了。 临走的时候还数落曹操害死了她的儿子,曹操后来去丁夫人的娘家请丁夫人回府。 可是丁夫人并没有和曹操一起回去,两人关系断绝,丁夫人的离开,直接给了曹丕母亲变夫人机会,变夫人成为曹操的正式。 曹丕才继位为帝。曹操和丁夫人还是感情很深的,曹操临死前还感叹,我一生做事。 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死后还有灵的话,子修,曹昂,如果问我她的母亲在哪儿,我将怎么回答啊? 从曹操和丁夫人的感情上来说,曹操立世子肯定曹昂的可能性比较大,假如曹昂继位,魏国就会重新洗牌,中国历史也将改变,司马家族也不可能掌握大权, 五湖乱华都可能不会发生,所以曹操抢了邹氏,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很大的。 因此,曹操这次损失太大,长子的早死,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也被司马家族篡夺。 曹操如果地下有之,可能真的会后悔。 第二个,那吕布布将秦一路的妻子杜夫人,生下两子,这次曹操损失了大将关羽,杜夫人原本是吕布布将秦一路的妻子,当时吕布和袁树关系密切,想要结为联盟,于是派遣秦一路出使袁树。 但是袁树十分欣赏秦一路,就把汉氏宗亲女子嫁给了秦一路,秦一路就留在了袁树身边,而妻子和儿子留在了下批。 据说秦一路的妻子杜氏长得很漂亮,就连武圣关羽都知道。 当时曹操攻打吕布,刘关张三兄弟也在曹操仗下校里,吕布被围困,曹操命关羽攻打下批。 关羽向曹操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在城阔之时,要将秦一路的老婆杜氏赏赐给自己。 曹操当时就想着攻城立马就同意了。 后来关羽在快要攻下城池时多次向曹操提起此事,所以让曹操怀疑这个女人一定很漂亮。 曹操是出了名的好女色,于是攻破下批后,曹操提前把渡氏找来想看看到底有多漂亮。 结果曹操一见渡是立马被渡氏的美貌迷住了,早就忘了关羽的请求,把渡氏据为己有。 关于这一点曹操做得很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官二爷先看上的。 而且,你也答应人家官二爷了,只能说曹操太没信用了。 但是曹操在霸占秦一路妻子的时候,连同秦一路的儿子秦朗一起霸占,收为妓子。 曹操对这个妓子是很好的,连他自己都说,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爱惜妓子的吗? 关羽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也没办法,毕竟他面临的是强大的曹操。 但是也因为这个事情,导致后来关羽不愿意在曹操阵营里做事,虽然刘备屡次战败,关羽都死心塌地地跟随刘备。 如果曹操把渡氏让给关羽,说不定关羽真可能会在曹操手下效力。 秦一路老婆被曹操霸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三国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秦一路却投在曹操手下做事,妻子和儿子被人霸占,不反抗就罢了。 还投在擎敌阵营,真是不可思议,刘备和张飞逃往小佩时。 张飞还邀请秦一路一起跟着刘备对抗曹操,可是秦一路一开始同意,后来又反悔了。 张飞大怒直接杀了这个窝囊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杜氏嫁给曹操倒是过得不错,史书记载杜夫人一直活到了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时候。 秦郎也受到曹操的关爱,不得不佩服曹操确实气量不小。 第三个,那和静的儿媳妇尹氏为妾,尹氏为曹操生了一个儿子,曹操基本上没有损失。 当年曹操迎接汉县帝后,朝中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 而当初的权臣大将军何尽早就身埋黄土,何尽死后,何家地位一落千丈。 建安元年,曹操尽未司空,他听说大将军何尽的儿媳妇尹氏长得很好, 于是就那尹氏为妾,曹操那尹氏的时间不好断定。 但是应该是在那都市以后,因为尹氏原本有个儿子,叫何燕。 曹操取尹氏的时候一起被曹操受为养子,收养何燕时秦一路的儿子秦郎也在曹操家里, 所以尹氏是在曹操纳了渡市之后进入的曹府,何燕和秦朗都是曹操的养子, 但是秦朗为人谨慎做事低调,但是何燕却毫无顾忌, 穿的衣服都和世子曹丕类似,因为曹丕很讨厌他, 每次都不叫他名字,直接喊他为甲子。 曹操倒是很喜欢何燕,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何燕, 这样一来何燕成为曹操的养子家女婿,和曹操的关系是亲上加亲,曹丕继位后。 何燕不得重用,曹瑞在位时何燕也不被重用, 一直到曹爽掌握大权时,何燕才被重用, 但是司马懿击败曹爽,何燕也被杀害。 除了以上三次,也使流传曹操还抢了袁绍的妻子, 而实际上曹操只是把袁绍的财物归还给刘夫人, 让他遗养天年,并没有那刘夫人为妾, 从时间来看刘夫人年龄也不小了,曹操也不会看上他的。 曹操想那袁绍儿媳妇,没有成功, 曹操看上的是袁绍的儿媳妇甄氏, 当年取得关渡之战胜利的曹操趁袁绍病死, 棋子又不合的时机。 率大军功打夜城,刚攻下城的曹操问左右, 甄氏在哪里,左右却回答道, 您儿子曹丕早就去了,曹操说, 我就是为他打的这仗。 言外质疑曹操最先看重的甄氏, 没想到却被儿子杰族先登, 当时甄氏23岁,而曹丕才17岁, 从年龄上看,曹操和甄氏更配。 但是由于曹丕已经提前把甄氏抢走, 曹操也不好意思和儿子争女人, 就帮儿子娶了甄氏。 甄氏不止曹操和曹丕惦记, 就连七不失的神童曹植也喜欢这个嫂子, 曹丕称帝后, 甄氏年老色衰慢慢地失去宠爱。 后来因为极度之心多有怨言, 曹丕赐死了甄氏, 并且被曹丕皇后, 郭氏以康色口, 长发掩面, 曹植到京城拜见曹丕, 曹丕拿出一个甄氏生前使用的玉露金带枕头给曹植看, 堵物私人, 曹植不禁热泪盈眶, 曹植返回封地的路上仿佛看到了甄氏, 于是悲喜交加的曹植立刻来了灵感, 写下了, 敢甄妇, 不得不说, 真是真是个传奇女子, 能让曹氏父子三人倾心, 真是不可思议。 从三次曹操抢纳别人妻子的情况来看, 曹操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娶张继妻子那次。 带刀护卫点为战死, 长子把自己的马让给自己战死, 这直接导致后来的连锁反应, 司马懿被重用, 最终曹操创造的基业被司马家族篡夺, 真不知道地下的曹操会不会后悔的再死一次。 很多人评价曹操喜欢人妻 是因为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养成的恋母情结, 而实际上这种说法一点道理都没有, 曹操喜欢人妻无非就因为长相, 说到底汉朝也是看脸的社会, 曹操看中的人妻都是美若天仙, 见到这样的女子谁不行动, 曹操如果是有恋母情结, 他会找这样年轻的女子。 曹操出生于公元155年, 他内度夫人, 尹夫人, 张继妻子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 而这三位都是年轻的20多岁女子, 这叫恋母情结吗? 妥妥的罗利控。 最关键的是汉朝根本不在乎女子在嫁, 并且东汉末年, 战乱比较多, 士兵战死女子在嫁在当时很常见, 过多的战争使人口极其减少, 如果没有女子在嫁, 怎么增加人口休养生息? 曹操无非就是做了一种表率而已, 这样有利于鼓励寡妇在嫁, 繁衍人口。 毕竟在汉朝那时候, 有人口国力才会强盛。 历史上有记载曹操抢别人妻子的事情一共出现过三次, 分别是张继的妻子邹夫人, 秦一璐的妻子杜夫人, 和静的儿媳妇尹夫人。 而损失最大敌确实是张继妻子那次, 至于曹操为什么喜欢人妻, 最主要的是颜值, 曹操看上了他们的颜值, 什么政治的需要, 什么恋母情节, 都是不对的, 说到底曹操就是颜值控。 点个订阅不迷路, 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